中美谈判破裂的责任在中方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昨天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,这是美方推卸责任,是美方的言而无信和反复无常,关上了双方谈判的大门。高峰说,美方一边举着关税大棒,在全世界实行贸易霸凌主义,一边又不断标榜自己的委屈和无辜,把所有责任扣到对方头上。 最近美方有不同的官员对外宣扬,中美谈判破裂的责任在中方,这不符合事实。 实际上自2月份以来,中美之间已经先后进行四轮磋商,中方始终抱着最大诚意和合作共赢的态度,推动解决问题。 特别是5月19日,双方曾经达成重要共识,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。 但5月29日美方单方面发表声明,被弃共识,6月初双方曾就能源和农业领域的具体合作达成共识。 6月15日,美方又一次被弃共识,7月6日公然挑起贸易战,7月11日再度升级。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,我们对此深表遗憾,这种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是不可接受的。 从整个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,正是美方的言而无信和反复无常,关上了双方谈判的大门,责任编辑,留IDUN918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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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